李洪志大师的弟子被迫害,警察的反思 我是大连市开发区的一名警察 原本警察是维护人间正义 为人民营造更好的生活工作环境 但是,我所见到的却不是这样的 亲眼所见,让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人民信赖的正义维护者 而成了江氏集团的一名打手 特别是镇压法轮功以来 我觉得自己是土匪的一员 我真正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从下面的事件开始的 大连市开发区有位70岁的余老太太 因为练法轮功,就被派出所扣押了四天 按中国宪法的规定 派出所不管任何犯法人员在24小时之内必须拿出结论 如果拿不出犯罪的证据,就得放人 否则将是执法人员在犯法 当时在没找到什么证据的情况下 他就给送进了大连市姚家看守所 后来被判了三年劳教,又送到马三家教养院 结果无辜的老太太在教养院里待了三年的时间 仅仅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 没有听到什么自杀自焚的 99年7月以后,什么脏事坏事都出来了 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增压法轮功 而法轮功在其他国家却得到了上千项的褒奖 怎么会这样? 这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江泽民在骗人 他在利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和自己的权力在骗全中国的人 我后来看了很多法轮大法的书籍,懂得了很多道理 也为自己以前干的事情后悔 我真心的告诫那些和我一样的警察同行们 请停下你们举起的电棍 好好看看法轮大法的书籍 别再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否则真的是自觉坟墓啊 现在天灾人祸,风雨四起 警察圈子里的怪事,祸事越来越多 请三思而后醒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